啊我是耶布 不知不觉已经9月份了呢 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学 或者快要开学了吧 最近UP主没有更新 是因为又陪朋友去打工了 实在没有经历干视频 连方舟和原神 我都几个星期没登录了 等方工资准备提供跑路了 之后做视频的时间应该会多很多 今天我们来讲讲8月9日 我将被你吞噬吧 内容不多就十来页 平时这么漫画的汉化 都是漫一个多月的 没想到这次这样那么快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说看不懂 我来简单给你们概括一下 你们就明白了 狼主所在的这座城市 是名为8月9日的特级怪异的体内 里面生物的流动 就如同血液在身体里流动一样 狼主小时候投尸进国 被迫成为了名为8月9日的特级怪异的心脏 滋养着这群怪异 成为心脏的狼主 每次冰死的时候 特级怪异就会回溯时间 让狼主重生 当他会失去记忆 在十七话下中 宋狼吃掉的狼主 时间回溯到他们出狱的第二天 也就是漫画第二话的那天 还记得上一次的这个时候 宋狼还是像痴女一样趴在狼主身上 而这次宋狼创作和狼主第一次约会时 狼主买给他的那套衣服 文雅的坐在一旁问道 昨天真的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呢 睡得还好吗 失去记忆的狼主 下意识的迅速后退 和宋狼保持距离后问道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是怎么进来的 宋狼略带失望的问道 衣服 你还记得前几日的事情吗 失去记忆的谢狼主 不谢的回答 这种事情谁知道啊 衣服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倒是值天的事情我现在还无法相信 你这次可要好好说明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人 说着狼主的脑海里再次出现了不存在的记忆 宋狼只是无奈的回了句 忘记了吗 我叫宋狼啊 这就是实情话下的全部内容了 虽然大概世界光了解了 当时不得不说 这漫画还是有很多坑梅田了 前几天有个小伙伴的评论倒是挺有意思 他提出了一个猜想 就是每次回溯后的杀戮 会使宋狼的人性一点点泯灭 所以牛女称他为多罗的公子小姐 还有后商旧宿舍的天花榜上的怪异 可能就是多罗的宋狼 我感觉这个倒是有可能 具体的